你好欢迎收看5月1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玉璃镇高辽社区的竹林桥2021年10月 受原规台风外围流的豪雨影响 水量过大河道冲刷造成桥墩基础掏空裸漏 以基部均匀陈列 导致桥面板下线断裂 已经封闭禁止使用超过半年 而县府另外施作了混泥土溪底便桥 暂时提供民众通行 而5月18号终于办理竹林桥灾害附建工程冻土典礼 预计112年12月会完工 玉璃镇高辽社区的竹林桥 2021年10月受到原规台风外围环流豪雨影响 水量过大河道冲刷 造成桥墩基础掏空裸漏 以极部均匀沉陷 导致桥面板下线断裂 已经封闭禁止使用超过半年 县府另外施作混泥土溪底便道 占提供民众通行 5月18号终于办理竹林桥灾害附建工程的动土典礼 所以把一个将近30年的老桥 就让它整个桥墩移动以后 它有点往下它 那实在是很危险 而且原来是4米宽的 现在变9米 所以从后面的竹林这边上去 水保局在做 也将近快有3000多万的经费 那我们在前面这边的 也应该要有1亿多 1亿2 而且另外我们还要跟工程会继续争取经费 因为当时的评估到后来进到厂内 设计规划再空拍 再看整个地质稳定以后 还有好多的下边波是没有预估到的 所以这个经费还要再增加 高流社区的居民也都到场参加动读典礼 非常期待这座桥梁完工 里长说竹林桥在民国80年完工 横跨高辽溪 是高辽地区往竹林社区及赤柯山重要联络道路 使用也超过30年 透过这一次的修复工程 希望让这座桥改头换面 赤柯山跟竹林 我们做物没有办法进出这样子 这次也是198 这个也是整个山口都奔山了 所以我们最要的干路就剩这条下山 上去那下山可以从这条下来是这个样子 我们的农产品才有办法蒙回民宿 以前才4米 现在盖到9米 这让我们今天真的是很方便 有一条很安全的桥 根据目前设计内容 新桥梁总长约84公尺 鉴于新桥未来将承担农产运销 与观光休闲使用重任 设计拓宽为双线车道 路宽增加到9.8公尺 并在路间设置三管式护栏及砍灯 让通行更为变加安全 同时在桥的南北两端 以在地农特产品金针花为主题 将特色元素加入桥明柱中 预计112年的完工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